Hello 大家好 我是昭蒂 欢迎来到大壮壮电影 当一件事被大家传得沸沸扬扬 谈之色变时 那就说明已经很严重了 更何况还与鳄鱼有关呢 警察维尔斯和同事一起开着快艇来到了湖中央 他们要对湖里的生物来一次大普查 同事穿好泳衣 背上氧气瓶 扑通一下就跳进了湖里 人家在湖底忙着寻找各种鱼类 维尔斯却悠闲地在船里吃着零食 没一会儿 同事便遭到了湖里不明生物攻击 维尔斯看到后就赶紧伸出援手 同事是救上来了 可是只剩下半截身体了 吓得维尔斯赶紧报了警 瞬间此事闹得沸沸扬扬 博物馆的馆长就让古生物学家凯莉前来参与调查 凯莉来到医院看了看死者身上被袭击的痕迹 也说不出是什么生物 就要求去湖里看一下 出发之前 维尔斯通知了保育员大卫 随后三人一起来到湖面一探究竟 他们在湖里发现了其他动物的尸体 大卫觉得情况不妙 威尔斯就呼叫了支援 为了搞清不明生物 他们就临时入营在了一个小岛上 大家在休息的时候 远处飞来一架直升机 原来是一个富豪听说了此事 觉得有利可图就加入了凯莉他们的队伍 富豪也是雷厉风行说干就干 于是一行四人分成两条小船就下水了 富豪带着探测器和大卫做一条船 威尔斯和凯莉一条船 几人划着船聊着天 不知不觉来到了湖中央 突然凯莉的小船一下子被水下的不明生物掀翻了 两人吓得赶紧爬上了大卫的船 富豪就觉得可能是鳄鱼在作祟 到最后大家也没有个定论 第二天 一行人再次开着快艇来到了湖面上 他们利用声纳设备 模仿小鳄鱼的叫声来吸引不明生物 最后不明生物没有现身 还死掉了一名警员 大家更是觉得诡异 就在威尔斯和富豪争吵时 一头狗熊突然现身 想要攻击富豪 富豪一闪躲了过去 就在此时湖里窜出一条巨大的鳄鱼 一口就咬住了狗熊 直接把它拖进了水里 大家这才看清楚 不明生物原来是一条鳄鱼 众人就想着 怎么才能抓住鳄鱼 不让它继续祸害人类呢 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们看到住在湖边的一个老太太 牵着一头牛走向了湖边 并把牛当作鳄鱼的食物喂给了鳄鱼吃 他们就来到老太太的家里 真是不问不知道 一问吓一跳啊 原来老太太把鳄鱼当宠物养 老太太的丈夫也死在了鳄鱼口中 富豪想着 活捉鳄鱼就说服了大家 随后就利用自己的直升机 把一头牛吊在了湖面的上空 引诱鳄鱼现身 然后大家就用麻醉针麻醉鳄鱼 谁知鳄鱼也是相当狡猾 大家等了一天也不见鳄鱼的身影 到了晚上 正准备收工时 鳄鱼突然浮出水面 一口咬住了那头牛 还把直升机给带到了水里头 大家看到 纷纷拿出枪想要杀了鳄鱼 可是湖面又恢复了瓶颈 没一会儿鳄鱼趁大家不防 冲出水面就要咬人 众人跳上汽车就要跑 谁知凯莉从汽车上掉了下来 大卫为了救她 就开枪射击鳄鱼 成功吸引了鳄鱼的注意力 可是不曾想 鳄鱼的尾巴 一下把凯莉打到了湖里 随即鳄鱼就扭头去攻击凯莉 凯莉就爬上了富豪的飞机 鳄鱼还想攻击凯莉和富豪 不料鳄鱼被卡在了直升机里 慢慢的麻醉药开始生效了 鳄鱼也不再折腾了 富豪就得意洋洋走进鳄鱼 还没高兴一会儿呢 从湖里又窜出来一条鳄鱼 直接咬上了富豪 维尔斯拿起了浮枪 轰掉了鳄鱼头 原来鳄鱼有两只 最后把另一只鳄鱼 拉走研究了 画面一转 老太太拿着食物来到了湖边 喂养着湖里的几只鳄鱼宝宝 故事结束了 本片在现在看来 还算中规中矩了 片中有一种轻松的乐趣 怪兽鳄鱼也令人印象深刻 整座湖的美丽风光 也是一大亮点 感谢观看本期的视频 我是赵地 咱们下期再见